像最近的節目大家都在下面說 我以為這集沒有伯龍 大家不會 每一集都會有伯龍 有人給我這個 北海道鬥士隊出的 王伯龍加油旗 伯龍你是客家人嗎 不要再消費客家人了 伯龍我是客家人啊 客家人很講CP值的啊 客家之神懲罰你 害你絞受傷啊 王伯龍雖然火腿隊幫你做了一張 莫名其妙的旗子 但我們都還是愛你的啊 王伯龍 雖然我知道你是萬丹來的 日本的紅肉餅很難吃對不對 忍下去 加油 希望伯龍今天真的是不太新 希望伯龍明年在北海道可以打得很好 讓我們客家花布的光芒 閃耀在北海道的大地上 北海道出伯龍便當 改成美甘扣肉 美甘扣肉飯 然後那個 旁邊的三格是客家小廠 我們這邊要翻譯成各種日文 然後希望明年北海道的球場裡面 就閃耀著客家鄉親的光芒 王伯龍套餐一台木 然後美甘扣肉 客家小廠 然後把客家花布講 那個白色的屋裡面 變成客家花布的顏色 最近我們馬上就進入 伯龍的話題 我們的客家鄉親伯龍 明年要換背號啦 但是客家花布依然不變 祝福王伯龍拿到三號之後 可以突破三轟啊 三號如果再打不好 你會被日本酸民酸死啊 會變成殭屍大腸啊 然後把伯龍收好 欸伯龍 伯龍 過何伯滿也穿過三號啊 最後還是要 祝福我們的伯龍 變成三號 白色戀人 王伯龍 客家榨菜 夾在牛奶裡面 波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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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插隊喔 一球乾杯就可以插隊喔 來自然變大 波龍 波龍 做一個CP值很高的合照 王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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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樣子夠 王伯龍 客家鄉親大合集 那你覺得一個 如果在台灣打擊很好的外野手 到日本去打球 比較會容易遇到的問題是甚麼 對啊 拿過三關我們會球員 你覺得不要穿 會遇到的問題是甚麼 這是陷阱題嗎 废號的問題嗎 废號選錯了吧 還是食物的問題 還是白衣 還要推薦自己 我不會講日文啦 我們在這節目常常看你學長的玩笑 誰 王伯龍 我們照照三三改 每一集都改 我們笑這張其實笑了大概十集吧 感謝伯龍 我們一直有梗可以用 我們下次可以訪問伯龍 下雪打拳 哈哈哈 慶祝那個職棒伯龍 打第一隻拳尼打的紀念的一集 伯龍叔叔有練過 Yeah 客家糖尿病 他累積的時候打了一隻拳尼打 網路就爆炸了 大王精靈要復活了 當然是希望伯龍今年可以打得很好啦 所以我們今年一直在酸伯龍 最近真的 大家不要再被自由使爆片了啦 狀況超好 會放入 下面就很多人說會放入 逼蛋啦 伯龍你要加油啦 算火腿選了伯龍的競爭者 輕功心太老 算選得不好 像伯龍練習算不好 不然我進氣大家去看 哦那個伯龍現在打球 我不用錢啦 我是伯龍叔叔 敬伯龍 特別替王伯龍加油 王伯龍加油 伯龍乾杯啊伯龍 伯龍